我猜小孩子是不是他心里有什么看法 因为他看见了这一幕 他毕竟心里有什么想法 毕竟是人家亲生父亲 他是一名杀人犯 一名杀害了自己曾经排除万难 甚至与家人反目 也要一身相许的人 而他实施这一切的时候 一双惊恐无助的眼睛 记录下了他所有的犯罪过程 他就江宁宁生于甘肃省的一个小村状 1989年正值花季年龄的他 与自己丈夫结识了 可是当时这一段情缘 却遭到了全家人的一致反对 江宁宁的父母当年在村上 经营着一家小型的录像厅 在那个年约并没有太多的娱乐场所 录像厅可谓是一个新兴产业 所以很快江宁宁家的录像厅 就吸引了附近一些村庄的年轻人 在此聚集 其中有一个叫万良的小伙子 就成了他们家的熟客 据江宁宁说 当时的万良 不管是模样相貌 还是言行举止 都长在了他的神秘点上 所以情度初开的江宁宁 很快就被这样一个精神小伙 所深深的吸引了 没多长时间 在他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 江宁宁就跟着万良 偷偷的出去约了一次会 这一次约会回来以后 江宁宁就跟家人谈牌了 说自己要嫁给万良 当时江宁宁的大哥 就偷偷的去打听了一下 万良的具体情况 回来后 就严厉的拒绝了他们的交往 因为万良的家庭条件并不是很好 而且最主要的是 万良当时也没什么工作 整个天就跟着一帮和他一样的年轻人 在社会上下互混 用那时候的话说 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小猫牛子 当时听到江宁不同意的时候 江宁宁的固执性格就上来了 因为江宁宁是家里的老小 她上面还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大的让着小的 在那个年约 可能是咱们所有家庭中 一个约定俗成的教育观念 江宁宁就是这样从小被让着长大的 所以她性格中的固执和执拗 可能就是这样形成的 在家人不同意的第二天 江宁宁再次和万良出去约会了 而且这一次是彻夜违规 第二天回家以后 江宁宁毫不避讳地向家人承认了 昨天晚上就是和万良在一起了 那一天她的大哥被气得 第一次动手打了江宁宁一个耳光 最终全家人都没有拗得过她一个人 1989年的下半年 江宁宁和万良就举办了婚礼 可是当激情变成了柴笔油盐 江宁宁才逐渐的清醒 自己当时的决定是多么的武断 万良在婚前婚后并没什么改变 还是和以前一个样 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 平时一家人就靠着万良父母 那微薄的养老金过日子 因此小两口也没少吵架 可是万良酒后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在遭遇过几次暴力对待后 江宁宁也不再和丈夫争吵了 因为自己的婚姻不像别人 她的婚姻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 所以她的遭遇从不愿 也不敢向娘家人提起 因为那是她自己的选择呀 或者说她依然相信 自己有能力经营好这段婚姻 过好自己的生活 所以结婚后不长时间 她就在当地找了一份工作 不久后 江宁宁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就先后出生了 那段时间万良也曾找过几份工作 但都是吊儿郎当的干不长久 2000年左右的时候 两个孩子也大了一些 江宁宁就带着孩子 说服了丈夫 一起举家搬到了市里 因为当时江宁宁的姐姐 在市里做窗帘安装的生意 江宁宁就想让姐姐带一带她们 让她学一学 以后自己也开一家窗帘店 学习了半年的时间以后 在姐姐和姐夫的帮助下 江宁宁家的窗帘店也开业了 那段时间 她的丈夫也算是规矩了不少 可是窗帘店刚开始步入正轨 万良却无意间发现了江宁宁 隐瞒多时的一个让她难以接受的秘密 从而导致了一场非常大的家庭风波 其实万良有比较严重的 传宗接代的传统思想 所以一直就想要个儿子 可是自从二女儿出生以后 江宁宁就一直怀不上了 为此万良还曾吃过大半年的中药 但最终也没有效果 直到近期万良未间才发现 原来江宁宁一直在偷偷的 背着她做避孕 而这一次万良实施了她 结婚以来家庭暴力最严重的一次 这一次的遭遇让夫妻俩的关系 更进一步恶化了 万良又恢复了之前的状态 甚至比之前还要严重 而窗帘店的生意 平时就只剩下了江宁宁自己经营了 只以让江宁宁更加坚定了 不再要孩子的决心 因为她对丈夫彻底的是死心了 她觉得再有个孩子 那还不是要自己累死累活的照顾 她甚至已经为自己计划好了 等再过几年 两个女儿都长大出嫁了 自己也就不用这么累了 到时候窗帘店想干就干 不想干就回家去种田 可是接下来的一件事情 让她全部的幻想 完全化为了抛影 2004年10月份的一天 从外面安装完窗帘回来 还没进家门 她就被自己的房东给拦了下来 那一刻江宁宁极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因为这么多年来 她也习惯了在别人眼中的 那个女强人形象的自己 可是等她进了家 听到了丈夫毫不掩饰地承认了她的所作所为的时候 她还是彻底的绷不住了 即便是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江宁宁还是没有跟自己的家人去商量半句 因为她依然固执地认为 自己能处理明白这些事情 可是到了2005年春节期间 在一个举家团圆的日子里 她选择了用最极端的方式 送走了自己的丈夫 那一天的晚饭期间 她将大量的安眠药偷偷地下到了丈夫的饭菜里 想以此来结束万娘的生命 等着丈夫昏睡过去以后 为了掩饰丈夫的死因 她又强行给万娘灌入了大量的白酒 她的想法是 如果被公婆问起来 就说是丈夫喝酒太多给喝死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酒灌下去没多久 丈夫竟然出现了呕吐 并开始在床上挣扎起来 江宁宁害怕万娘这一挣扎 要是把药全部吐出来 那她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于是她又在房间里 找出了一根窗帘布的布条 把丈夫绑在了床上 然后又布条的另一头 牢牢地缠住了万娘的脖子 而万娘也在她多重的催残下 失去了生命 等她实施完全部的犯罪过程后 她才发现 蜷缩的被子里的小女儿 早就被惊醒了 并一脸惊恐 弱小无助地望着她 事后江宁宁在家人的劝说下 去当地派出所自了售 她因此也被判处了 15年的有期徒刑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江宁宁已经进行了 6年时间的改造 期间因为表现良好 不仅获得了两次的减刑 而且还获得了一次 与家人团聚的机会 而这样一次难得的机会 她的小女儿并没有参加 我妈也不知道 在到家里 是你过了 所以 你找到结果 过你去哪里 最后一家 我回来过来 然后过来 就过去 家 是家 是不少败 女生说 我给她 练了 给三 她出没听你打击 她要听你打击 半句话 半句话 听你喝 说得太错了 去说 赐金属的 就挺别喝 阿倍奔帝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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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一几年 得 她进度得很怕 算不写 她连什么妈的 你就好 是年连你 爸 年连妈的 年连妈的 没救我 一生 喂 你好 靴靴 你哪一个啦 我是妈妈 我是妈 嗯 你注意点妈 还好吧 还好 妈怎么写信你不来信 妈就天天梦见你小时候 梦老师梦你怎么不来信 我去上次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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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去上次拍照 我去上次拍照 好 好 妈就想见 我去上次拍照 我去上次拍照 好 还好 嗯 我去上次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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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在家里 嗯 知道了 妈不想不想不想小孩子吧 嗯 知道了 妈特别想你 妈妈我也想你 嗯 知道了 妈妈高兴死了 我去上次拍照 妈妈已经上次拍照 不得及 好 我的 知道了 已经破绝了 你想要想吃 就要慢慢吃 慢慢吃 嗯 知道